全球现场时间要来关注美国股市在科技股大幅修正之后 终于是回审反弹了 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提出了警告 美国恐怕会陷入经济衰退 更多的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欣宜 好了在看叶伦的消息之前呢 先来看刚刚路透最新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在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表示 他曾经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谈过台湾问题 也说大陆会遵守台湾的议题 但是呢目前白宫对于拜登的这些说法呢 说这是上一次的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内容 并不是新的拜习通话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接受CNBC访问的时候 警告完全可以预期美国如果爆发债务违约 会引发经济衰退 叶伦说如果美国欠缺支付政府账单的资源 没有力气来支付政府账单将会是一场灾难 而叶伦已经警告过了 说10月18号之后 如果国会没有提高法定债务上限 那么美国将没有资金向债权人履行义务 而美国过去几十年以来 国会已经修改举债上限几十次 表决的时候通常都是两党共同支持 而这一次国会议员对于是不是提高债务上限 持续争论当中 共和党议员拒绝投票支持提高债务上限 甚至誓言要阻止民主党可以简单多数表决处理债务上限的动议 共和党参议员企图强迫民主党人采用预算协调 自行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责任 现在民主党拒绝这么做 同时指控共和党是以美国财政为人质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也怒批共和党拒绝加入民主党 提高债务上限的行为 莽撞而且危险 美国股市开盘终于回神了 美国大型科技股只跌回升 美股四大指数道琼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开盘后 都反弹超过0.4% 费半一度上扬0.8% 盘中涨幅扩大 道琼谈升450点 标普500上升1.4% 而科技股表现更为强势 纳斯达克盘中反弹将近1.6% 费半更是上涨超过2个百分点 台积电联电ADR早盘同步反弹1%和2% 盘中维持这个反弹的走势 而台积电上涨1% 联电上涨超过2% 美国科技股从大幅修正当中回神 往非中场大涨5.2% 苹果和Alphabet收盘都是各涨1.4%和1.77% 脸书在昨天全球大档机中储5%之后反弹了 收盘涨了超过2% 道琼几乎是收复了4天全部的跌幅 那么美国油价突破每桶79元 能源股也是再次的上涨 和经济复苏相关的类股 像是邮轮航空还有零售以及银行 也和大盘一起上涨 而8号即将公布美国就业报告 这个部分备受投资市场关注 脸书和旗下的Instagram WhatsApp Messenger这些服务 大档机将近6个小时之后恢复了 但是许多仰赖脸书服务的店家 却哀嚎损失不少销售额 网络观察组织估计 脸书家族档机一个小时 会造成全球经济损失 1.6亿美元大约是45亿台币 那么一次档了6个小时 估计造成超过10亿美元 大约就是279亿台币的经济损失 纽约时报报导 很多商家的客户 是必须要利用脸书 或者是Instagram账号来登入的 那么在失去4个小时 或者是5个小时的销售收入之后 店家就有可能会付不出 连这个月的电费跟房租 都没有办法负担 康乃尔大学的教授就指出 这一次脸书家族大档机 凸显出全球对于这家公司的依赖程度 这个专家说 由于现在的经济是 越来越仰赖数位工具 因此脸书大档机也凸显当前数位经济结构上面的不稳定 而脸书全球大档机 其实Telegram就宣布他们的好消息 它是加密通讯应用程式 那么它的创办人在Telegram的频道上面 po文说 Telegram在一天之内 暴增了创纪录 似7000万名的新用户 而这7000万名的新用户呢 他形容说是来自于其他平台的难民 还说在其他人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 Telegram就不会这么做 那么根据监测公司的数据呢 在美国免费应用程式下载量排行榜的排名 Telegram也一举从第56名 大幅跃升到了第5名 日本防卫省表示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集一号舰 也就是出云号护卫舰实施美军最先进F-35B 逆踪战机起降的测试作业成功了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在Twitter上面公开 F-35B战机在出云号上起降的影片 那么这是出云号改装完成 更新电源设备 以及加强甲板耐热性之后的 第一次测试 即将测试地点是在日本四国外海的太平洋上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沿国基地的美军F-35B 是可以垂直降落 但是降落在护卫舰的时候 护卫舰的甲板会散发出高温排气热 除了出云号之外 日本防卫省也预定要进行出云集2号舰的 加贺号护卫舰的改装作业 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计划在2023年度之前 引进F-35B来提升他们海上的防空作战能力 脸领热 第四訪 石楼 冠作词